根据最近的消息,我们国家研制出来的国际上第一个190千克的小型的带有加力的燃烧式的窝喷的发动机,已经完成了性能的摸底测试。 在高原上启动的测试还有持久性的试车试验,不久以后就会装备在国内的第一个超音速的把机上一起试飞,随着航空业的迅速的发展。 各种各样的居民用的飞机对于发动机的推力需求可以说是不断的提高,而且还对发动机的重量上也是非常的在意。 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二战快要结束的时期,德国是最早在早期的JUMO-0041WATEN的发动机上增加动力燃烧式的技术,而这个发动机被用在了第一种参与了实战的喷气式的战斗机M1-262上,因为技术对于飞机的增幅很大所以以后就被广泛的应用了。 在每个国家都在突破的时候,我们也不例外,我们自己研制出来的这个带有动力的燃烧式的发动机可以说直接超越了其他国家,它的最大的加力推力到了250-280千克,虽然还有很多的细节没有明朗,但是如果成功了,我们也可以说是站在了这个领域的最上面了。 最近,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已经接近解决新型低可探测性航空发动机的量展问题,意味着困扰肩负20战机多年的发动机问题可能迎刃而解了。 届时肩负20应该会进入大批量生产,国外专家预测肩负20战机在2025年左右会生产大约200架,得出这一推测也并不是平白无故的。 根据美方空军现在的计划,到2030年时候,美国空军将拥有至少1000架第五代战斗机,包括现有的5代机的F-22和F-35,在夜幕中起飞的中国肩负20战机。 美国空军一直保持住2000架的一个战机操作数量,另外1000架是F-15和F-16战机,这些四代机经过升级仍然可堪大用,而且在一些特殊场合还必须使用它们。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将美国洛克希德马兵公司生产F-35战机的效率提高到每年80或100架,那么30年代美军2000架战斗机中,可能会有80%将是第五代战机。 中国预计美国将在2025年前在亚太地区部署200至300架F-35,而且还不算美国同盟国日本和韩国采购的五代机,因此中国在未来十几年内面临的五代机压力实际不止两三百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加速肩负20战机服役,未来至少要有200到300的量才可以。 据悉,制造肩负20的成飞公司将于2019年为这种隐形战斗机开启第四条生产线,而中国官方媒体前不久报道称,中国空军加强了对肩负20战机飞行员的培训计划,肩负20战机在研制出来之后,就因为其发动机而饱受诟病。 因此在中国制造大量肩负20之前,需要也首先解决涡膳负15发动机的问题,图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展示的涡膳负10发动机。 众所周知,一直以来中国战鹰的心脏病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而导致心脏病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无法提供像样的发动机。 在发动机技术上,我们落后美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至少在20年以上,从我国的肩负5、肩负6、肩负7、肩负8等战机开始,我军战机基本装备的绝大多数是苏联发动机或者是仿制的苏联发动机。 这一情况在肩负8战机上已经得到了一些改观,部分后期改进行肩负8战机装备的我国自主研发的昆仑发动机,但是绝大多数肩负8战机装备的仍然是仿制苏联发动机的WAPEN-13发动机。 后来的肩负10战机和部分殲11战机则装备的是从俄罗斯购买的AL-31F发动机,窩膳负10发动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太行发动机,是我国近几年研制的一款比较成熟的发动机。 它是由中国一行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设计的军用涡轮风扇发动机,据悉沈阳所研制窩膳负10发动机的过程长达近20年,也是耗尽心血啊。 到今天,窩膳负10发动机已经成为我军战机主要运用的发动机,从2006年全面量产以来,目前已配备在肩负11B、肩负15、肩负16和肩负20A等战机上了。 尽管窩上10发动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一款窩上发动机,但是其部分技术仍然来自于密向工程,测试台上的F119发动机。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窩上10发动机的核心基于美国F404、F110发动机有很深的渊源,由此可见,至少在窩膳负10发动机上我们仍然在尽力跟住国际主流技术,国外发动机理念与技术远远在我们之上。 我们知道,肩负20战机在最开始时候采用的是窩膳负10发动机。 不得不说,国产肩负20战机在影身上表现上称,不属美国猛型战机,相对于其影身上的出色表现,在超声速巡航方面就存在一些瑕疵,可以说不是那么的优秀。 而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不是说我们的气动外形设计不够好,而是因为肩负20战机装备的发动机不够给力。 据可靠消息,中国最新的窩膳负15发动机已经采用了尖端的单晶涡轮叶片,并且已经开发了几年。 中国的发动机技术人员一直在努力将其投入批量生产,如果可能,窩膳负15发动机将会在今年年底投入量产,届时中国所有肩负20战机都将会换装新心脏。 中国军方人时表示,今年在珠海航展上,公众可以首次看到新型隐形战斗机肩负20以及其升级后的发动机。 至于肩负20战机会不会因为换装新发动机而大量生产,我想不能一概而论,影响战机量产的因素不仅仅是发动机,无论怎么讲,未来肩负20都会迎来大规模生产列装。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猛进的发展,我国众多科技都走到了世界的前沿,但是科技界的人士都是知道,航天发动机技术仍然是我国技术的短板,原因有很多,既有材料的难关,又有制造业的问题。 更多的被提及的是理论设计落后,其实好多人不知道,当时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一流、最顶级、最权威发动机技术专家。 这个两个世界级的泰斗人物就是吴大关和吴仲华,这两个人太相似了,很多人认为是同一个人。 吴大关和吴仲华都姓吴,都是江苏人。 吴仲华是江苏苏州人,吴大关是江苏扬州人。 他俩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他俩都在美国留学过。 吴仲华取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吴大关,在美国航空发动机场学习过,他俩都同样抛弃了国外优惠条件回国效力。 吴仲华被誉为四倍发动机之父。 吴大关,被誉为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从英国引进四倍发动机,他俩都先后参与了。 据说,在引进四倍发动机时,英国谈判组态度蛮横,条件苛刻,漫天要价,仅某些手稿就要80万英镑,谈判几乎停顿。 不知道哪个官员提到了罗仲华在罗罗公司工作过,中方立即在牛棚中找到了吴仲华参加谈判。 几个回合下来,英方发现这个新来的谈判代表不一般,对四倍发动机原理十分熟悉,不好对付。 于是,英方忍不住问了姓名,吴仲华回答我叫吴仲华。 这时英方代表惊讶极了,首席代表突然起立,全体代表也站起立,向吴仲华敬礼,说,你是我的老师。 从此谈判顺利进行,很快就签订了协议。 原来吴仲华在英国时,二十多岁就当了教授,就创立了国际公认的右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 四倍发动机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 现代科技发动机仍然根据这个原理。 吴仲华,他是被私发动机的发明者,是私被发动机之父。 后来,吴仲华的发动机理论被明确地定名为无视通用理论,理论的基本方程称为无视方程。 私被发动机,曾经世界闻名,其特点是推力大,耗油低,可维护性好,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被大量使用,不但装备造民用特机,当时最先进的军用战斗机都被大量装备私被发动机器。 例如,法国的幻影和德国的F-104G。 上世纪,中国急需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军用战斗机,提高飞机性能的最关键因素是发动机。 虽然中国举国之力研制发动机,由于各种原因诸多技术仍然落后世界十几年,因此,从英国引进的四倍发动机,对中国至关重要。 吴大观,为了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经历。 吴大观,组建了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机构,建立了我国航空舍上第一个发动机实验基地,设计了我国第一型喷气式发动机,我国第一型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 吴大观,是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创始人,电机人,开拓者。 吴大观在93年的生命中,有60多年,献给了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 吴大观曾在1944年时,就被选到美国来核拟航空发动机场,以工程师的名义进行深造,仅用半年就掌握了活塞式发动机设计全过程。 后来,又到惠普航空公司学习,又学习了航空波轮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在美国也属于起步阶段,可以说,它掌握了世界最先进。 发动机设计技术,吴仲华和吴大观,是当时世界最顶级的航空发动机专家,泰斗级人物,他俩对国家的贡献都是相当巨大的,都掌握了世界最前沿。 最先进的发动机设计理论,要说孰强孰弱,不好区别,因为当时我国的工业水平限制,他俩的理论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很多人不禁要问,中国拥有最顶级的飞机发动机设计专家,为何中国航天发动机技术上不去呢? 当时由于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把火箭技术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一切技术都给两弹一星封城让路,而航空工业技术未列入国家高科技领域,航空工业在初舰时期坚决依靠苏联专家,国内技术人员属于被改造的对象。 这个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航空工业发展初期更重视的是飞机机体研究,轻视了发动机研发的路子,数十年不能自拔,造成了发动机落后,限制了各类飞机的发展。 航空发动机,被称为工业之花,是一个国家工业整体水平的标志,工业的金字塔塔尖,发动机要发展设计到各种领域。 当时中国即使有了航空发动机的泰斗级人物,但是材料和工艺是两大根本难题。 航空发动机的核心部件材料我国当时不能制造,例如涡轮叶片所需要的高强度,耐高温材料,有些工艺需要绝对高的精度,这些我们都打不到。 所以,光有一流的设计专家,工业制造业的综合水平上不去,发动。